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镇子的街口有一面巨大的牌坊 上书四个大字 唐求故里 唐求 唐求是何许人也 唐求 晚唐诗人 约公元880年至907年 比李白杜甫的时代晚了150至180年左右 唐求隐居渭江山中 他以诗字语 以诗记情 唐求写诗没有所得 碾成纸团 投入葫芦中 将诗瓢投于渭江中漂流而去 因此被称为一瓢诗人 其诗仅存三十五首 在全唐诗中自成一卷 他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及下层文人心态 风格清新自然 丰富了晚唐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唐求的存在为街子古镇贴了色 这里要交代一下 街子古镇在唐朝的时候是属清城县 因为将绕城而过 所以叫渭江镇 街子镇是现在的教法 属四川省崇州市 街子古镇的街头时不时的出现一些 雕像 俗是俗了一点 点缀一下也好 街中间有一条人工小水沟 使街面生动了一些 街边上的小摊贩 小摊贩不能在主街上摆 但在小巷里是可以的 农村老人是没有退休金的 每月有一百块左右的补贴 街上闲逛的基本上是城里退休了来这里旅游的老人 他们是有退休金的 这样的老人在镇上晃来晃去的很多 有退休金的城里人 晃来晃去 东张西望的 街边有几个圆形石座 还有花纹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叫楚莲 阳慎有诗句 堂地行宫有露台 楚莲几度换春台 诗句中的楚莲 实际上就是宫廷中石柱的底座 由于底座是莲花状 所以叫楚莲 只是不知道这几个楚莲为什么在这里 这里也有雕像 仿造和反映居民的生活吧 在古代和近代 街子镇及其周边地区是重要的水路码头 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一站 这里距离青城山 很近 眼前的这一组雕像反映的正是茶马古道的情景 在镇上晃来晃去的老人们 他们都是有退休金的城里人 街子古镇的名气很大 在街子古镇的周围有 圆通 怀远 三郎等几个古镇 吸引了大量的退休老人 有的短期游 有的长期住 没事就在街上晃来晃去 东张西望的 永康茶不管 大唐 大宋茶法 实际上就是茶叶观案 就跟今天的烟草专卖是一个意思 博物馆不开门 进不去 这里流行一种当地的食品 怀远三角 洞高 叶尔巴 豆腐帘子 我会在怀远古镇这一集里做详细介绍 银杏广场 也为由几何古老的银杏树而得名 广场人真不少 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当然了 绝大部分是老人弄 广场上有一个塔 这是什么塔 字库塔 朝阳村字库 这也是街子镇的一大特色 好像附近的几个镇也有类似的塔 字库塔一称靖子亭 西字塔是古人音靖天西字 重如众书而专门用于焚烧自纸的建筑 字库塔在四川也被称为字库 西字宫 西字库 四川民间有的俗称字孔 字孔子 其他地方又叫靖子亭 西字塔 焚字炉 圣纪亭 文丰塔等 它是古人专门用来焚烧自纸的建筑 据史料记载 字库塔始建于宋代 到明清时期已全国普及了 字库塔的建造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 西字如今静西字旨的信仰和观念 通常被建造在厂镇街口 道路桥梁旁边 书院寺庙之内 一些大户人家则建在宗族祠堂或自家院内 塔刊中多供奉仓节 孔圣 文昌等神位 并配以相应连队 画像 图案等 一般为多层石塔 也有金属 砖塔以及木质构建 造型庄重肃穆 样式别致精巧 天坡举业 聖地属建增 月光与祷台 商量 逐渧微检 建造型庄重肃穆地属建 被建造型庄重肴穆地属建 高棉祠堂元 属建造型庄重肱穆地属建 宗旁边 disposit双方设计前 称方文化 百商街 山第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乌泱乌泱的全是城里来的退休老人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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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